那根據本次桃園祭司罷工事件 從2月8號到13號起 總共造成了100多個航班的取消 受影響的旅客超過了1萬5千名的旅客 這場勞資之爭不僅讓消費大眾及留業者的權益受到影響 更重創了台灣的官方產業 本會在此提出以下的幾項聲明 第一就是本會尊重勞工擁有罷工權 但祭司公會刻意選在春節發動普吉士的罷工 造成社會的不安以及輿論的華然 基於保障會員以及消費者的權益 對於網顧公眾利益的行為 本會在此予以強烈的譴責 第二項 因為罷工所衍生滯留 還有其他各項的費用 華航雖然現在已經公告了補償的標準 比如說團體滯留的旅客 需要旅行社與華航再來協商 個人旅客部分 賠償部分上限是250美金 但是我們在這裡再強調一下 對於有一些華航沒有考慮到的 譬如說像行錢取消的 因為像我們都知道 現在取消很多是屬於美國縣 或者是歐洲縣 這個取消部很多旅行社在這個期間 已經把半店費用 甚至有中斷費用 包括鐵路還有船的部分 都已經支付了 但是沒有錯 觀光局的公告裡面 旅行社可以依法依據條約 跟旅客來扣除所謂的必要費用 但是本會認為 這個由消費者來負擔這樣的費用 是不合情也不合理 所以我們在這裡呼籲 華航必須要以客為尊的這樣的一個信念 將行程取消的這些費用 也必須納入他的 是可以改善的 所以我們可以改善的 先到② 再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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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盒 再散步 再散步 再散步